睽違13年,阿凡达终于要推出是作《睡之道》 刚好就给我一个机会来跟大家深入探讨当初第一部电影 如何经过20年筹备才登上大萤幕幕后的奇怪趣闻 以及在众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是怎么缔造传奇性的票房假期 阿凡达故事发生在22世纪中期 这时地球人口已经超过200亿 资源极度匮乏,污染饥荒,贫穷和战争不断肆虐 一名因为作战受伤半身不遂的前陆战队员 Jake Sully 某天被跨星球企业RDA公司联系 告知他的双胞胎兄弟Tom被强匪杀死 Tom是少数被选中参与阿凡达计划的科学家之一 计划内容是借由结合人类和外星种族纳美人基因 创造出由人类驾驶员远端操控的阿凡达 由于Jake基因和Tom相同 因此他就能递不空缺 替RDA选下多打造一具阿凡达的经费 对地球毫无留恋的Jake 二话不说马上答应 在冷冻睡眠舱中度过长达六年的太空旅程 抵达一颗名为潘朵拉的内地卫星 RDA正在潘朵拉开采珍贵矿物南德素 因此就在这里进行大规模探勘研究 以及和潘朵拉原住民纳美人交涉 为了能够顺利在这个大气队人类有毒的星球 执行各项任务 阿凡达就非常重要 Jake一开始对于各方势力意图都毫不在乎 纯粹只想尽情享受能够再度用自己双脚走路的状态 不过意外结识并且爱上当地公主Nightery之后 她就开始学习纳美人文化 并省思自己助长RDA公司军事殖民的行径是否正确 而当RDA得知纳美人不愿意自主离开家乡 任由公司恣意采矿 就派出私人军队进行肃清行动 并且摧毁纳美人神圣的家园术 完全规划纳美族群的Jake 最后就率领当地各个部落奋力抵抗 成功把RDA势力逐出潘朵拉 并且藉由宗教仪式利用潘朵拉所有生命体 都有神经连结的特性 将仪式永远转移到阿凡达神区中 大家应该都知道阿凡达是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 虽然曾短暂被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抢走头衔 但是重映之后又把王位抢了回来 累计转件超过29.2亿美 对于一部没有品牌和知名巨星之称的原创电影来说 能获得这种成就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而围绕这部电影的讨论却呈现出相当令人困惑的两极化观点 一方面很多人认为故事概念感觉像是由其他作品拼凑而成 剧情太老梗 架构和鱼狼共舞 封装奇缘 和《我的雨林朋友》等众多作品异常相似 只是把背景搬到外太空 或是批评这部片缺乏持续性的文化影响力 不但没有死装的影迷社群 也没有衍生其他作品 顶多只在好莱坞发起昙花一现的3D电影风潮 最令人诟病的是电影标题还用微软内建字体Paperish的绣集 对 这是我酷爱平面绣集迷因使用的字体 不过另一方面这部电影也确实让许多人为之疯狂 除了吸引各个年龄层观众不断重复进戏院之外 还让许多人陷入所谓的阿凡达犹豫 也就是因为电影中对潘朵拉的描绘太美了 以至于观众们回到死板乏味的现实之后 内心就被深深的失望与惆怅充满 而且光是重映阿凡达这累积赚近1亿8千万美左右 绝大部分的电影连第一次登上大荧幕都赚不了这么多 阿凡达2前导预告一上线 也在24小时内累积获得1.5亿次典击 显然这部电影难以演表的魅力 即使经过多年也丝毫不减 这部电影计划出行 可以追溯到Kameron跟Stan Winston 共同创立的特效公司数字王国 这间公司的创始目的 就是为了发展虚拟角色和世界的特效科技 要开发这些科技 当然必须要有一个可以说服投资人掏钱的好理由 于是Kameron就决定抛砖引玉 在1995年写一个114页的剧本大纲 希望借此启发更多人 创作需要用到这些科技的作品 而这个大纲当然就是阿凡达的出版 完成后Kameron跟伙伴们表示 他想要拍一部使用脸部捕捉科技打造CG角色 而且完全设在虚构世界的电影 并计划在完成铁达尼号之后就着手践行 预计1999年上映 但他的合作人却表示 这需要的科技类型太多 没办法一蹴可及 必须透过其他电影 一步一步去建构每种技术需要的工具 几年之后Kameron看了魔戒 觉得Golm这个角色成功 证明时机已经成熟 所以2005年 他就把两个需要大量特效技术的电影计划 重新挖出来 一个是改编自经典赛博庞克漫画 《重梦》的战斗天使 而另外一个就是阿凡达 原本Kameron倾向拍摄战斗天使 因为阿凡达剧本在更早前 就已经改写过三次 但是他都不满意 不过重读剧本之后 Kameron就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差 所以两部作品就同时被纳入考虑 最后导演发觉战斗天使 没有两个全CG角色互动的桥段 而阿凡达有 于是跟福斯拗了1000万美资金之后 他就拍了一个概念影片 证明阿凡达计划可行 隔年电影前置就开始执行 为了让那美人文化有真实性 Kameron就雇用南加大语言学教授 Paul Framer创造那美人语言 参考伊索比亚的安哈拉语 和毛利语等语言之后 大约1000字的那美人词典 就被写出来 James Horner创作配乐时 人生的部分歌词 就是以那美语创作 但除了这点之外 Kameron也要求Horner写出 意志 但又能有效挑起 恰当情绪的音乐 于是Horner就从世界各地 显为人质的部落音乐取材 而且根据他自己的说法 有两年时间 他每天早上4点醒来 工作到晚上10点才睡 为了让潘朵拉虚构生态有说服力 视觉概念也由Kameron本人近距离监督 前后两年 设计师常直接在导演家厨房作画 为了让人类和那美人美学反差够大 幕后团队甚至还雇用两名美术指导 虽然角色们都是用电脑画出来的 但服装设计师依然会把每件衣服和配件 都实际做出来 公动画师们当作材质 打光和动画餐口 拍摄使用的摄影机 也是由Kameron本人参与研发 使用两架同步的摄影机创造出视觉差 拍出所谓的原生3D 之所以要做出区别 是因为3D电影爆红之后 大部分作品其实并不是用3D摄影机去拍摄 而是后制时用手动切成前中后景 原因很简单 就是原生3D摄影很花钱 于是电影公司就宁愿逼邪和特效师 用很短时间弄出差强人意的3D效果 也不想使用视觉上优越很多的原生3D 由于Kameron对每个重要的细节毫不马虎 所以在制作铁达尼号时 花费就严重超出成本 制作时间也拉得太长 所以即使Kameron把故事中的角色合并 减少复杂度 也主动提议电影亏钱的话 他就不拿薪水 福斯对于这部电影计划态度依然反反复复 2006年 福斯终于斩定截铁告诉Kameron 他们不想要出资拍阿凡达 于是Kameron就跟制片John Lando另选金主 然而就在迪士尼即将把阿凡达计划接下来之际 福斯又反悔利用合约条款把电影抢了回来 对此Kameron很苦恼 还一度呛福斯高层说 我们现在开会的这栋大楼 这个赤字5亿盖出来的仙剑主 这可是用铁达尼浩的钱建的 所以我可以拍这部电影 年底找到另外共同出资者之后 福斯才终于下定决心为阿凡达亮绿等 但这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们 因为这部电影预定成本大约2.4亿美左右 宣传费又再加上额外1.5亿 就算现在也几乎看不到这种等级的电影制作费 虽然铁达尼浩在当初确实是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 但对福斯来说 Cameron当初也可能只是赛到的 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的是 阿凡达最后还是没能逃出老鼠帝国的魔杖 遭福斯并购后 这个系列也成为米奇无限手套上的一颗宝石 阿凡达在获得票房成就之后 陆陆续续就有很多人把Cameron告上法院 指控他窃取故事概念 有趣的是 Cameron本人也完全开诚布公 承认阿凡达是他身为一个科幻迷 将感兴趣的概念集结在一起 并且利用一个经典故事架构 所创造出来的极大成之作 但这并不表示这部电影抄袭了其他作品 而Cameron后来之所以在所有官司中胜出 可以从他所写的一份45页声明文件充分理解 这份文件从Cameron在加拿大一个小镇长大的经历讲起 一路描述他如何对科学探索产生兴趣 他一路以来所构思的作品想法 以及这些点子如何影响阿凡达内容 比如纳美人之所以是高大的蓝色外星人 其中一部分是来自Cameron母亲做的梦 听到妈妈描述梦中所见到的外星人之后 他就把这个想法放进科幻片《异星起源》剧本中 除此之外这也呼应到阿凡达这个名字来源 也就是印度教中神明来到人间转世而成的化神 因为在印度教艺术中 许多神奇的皮肤都是鲜艳的蓝色 至于纳美人怎么会讲英文 其中异形经典女演员Sigurney Weaver 饰演领导阿凡达计划的外星人生物学家 他开了一间有点类似台湾马杰博士这种传教士学院 教当地外星人英文 不过看来还是有待加强 相隔十年来到水之道 真不知道这些纳美人英文有没有变好 不过没进步也不能怪他们 毕竟他们少了最重要的秘技 Wesley老师的独门图像化自根首尾记忆法 许号Wesley老师不仅是升大学顶标推手 多艺专业气训讲师 2030国家双语计划诗训讲师 还出过六本以上教育书籍和翻译 更重要的是Wesley是我每个月的桌友好战友 对这才是重点 现在Wesley老师终于要推出一堂线上课程 向大家传授这套图像化自根首尾记忆法 带你了解为什么复仇者联盟叫做Avengers 而不是Revengers 记得到影片资讯栏找答案 而修行完Wesley老师三大招 你就再也不需要死背单字了 第一招自根首尾教学法 教你万样资源自根首尾和记忆法 例如Predictable Pree 预先Dict 话语 Able 能够 记忆法 发生前就能预先说出的 这是意料之中的 能预料的 比照真正英文母语的人 从小的语言学习思维 将我们熟悉的单字转化成字圆 掌握上万英语字会的诀窍 就是意料之中 总要亲戚麻麻的我 再陌生的单字都能字圆起说 第二招图像化记忆法 Wesley选出各式英文大考语检定最常见 高达180个字根首尾 设计成专属实体卡牌 以及四款游戏 活化你对字根首尾的学习与吸收 最后Wesley老师的第三招 三百道螺旋式习题 短时间内把英语构词逻辑 活生生灌入你大脑 变成长期记忆掌握英文构词的核心 图像化字跟首尾记忆法正在目字中 快来把握目字优惠 透过我的专属码 GSS EREQ 还能再者200元 目字连接未请放在影片说明栏 想要有逻辑的记忆单字 只要等等一秒点入 不用再等十年 潘朵拉上的生物彼此之间都有神经连接 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巨大智慧生命体的概念 则是人自Kameron念大学时 在课堂学到的古老梵灵信仰文化而来 而片中那美人所信奉的伊瓦 则很明确这是收到1960年代 由James Lovelock所提出的《盖亚假说》 以及由Stanis Lovelem所写 后来被俄国名导Andre Tarkovsky 拍成电影的小说《索拉力行》所影响 就连主角Jake Sully在片中的角色旅程 也是根据Kameron大学为了交作业而写的一个短片故事 缺席而来 他后来也跟朋友一起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一个短片剧本 《勇》 故事中一名半生不遂的男子 为了修复自己的身体 于是藉由手术移除所有的感官感受 并且潜入自己的意识深处 在这个心灵之旅中 男子来到一座巨大的森林 在此修复他受损的神经系统 某种程度上 阿凡达只是把这个故事的背景移到现实中 并且以一个角色思想逐渐开放的旅程 取代自我探索的故事 把Jake设定为陆战队员 同样有多重意义 一方面是因为Kameron在过去 就已经以军人为故事主角 像是他编导的《异形2》 还有他共同编剧的《滴滴血2》 再来就是Kameron弟弟在波斯湾战争期间 曾以海军陆战队身份参与沙漠风暴作战 听了弟弟在战争中的经历 Kameron就认为他过去 并没有忠实呈现这群人的精神和文化 于是就借这个机会进一步描绘陆战队 第三部分则是要让Jake在故事中 和RDA的私人军队有更深的连结 这样他倒戈纳美人阵营的时候 意义才会特别壮大 至于军人到异地出任务 结果跳槽到当地居民阵营的故事 之所以似曾相似 也是因为Kameron刻意从类似作品取材 在文件中他明白地列出阿拉伯劳论斯 翡翠森林 还有前面所提到的羽狼共舞等诸多作品 性质比较相似的 大概就是Edgar Rice Burroughs的巴苏姆系列 这系列在2012曾被改编成 异星战场强卡特传记 内容描述一名南北战争军官 意外之下灵魂投射到火星 然后在那里成为一场古老战争中的关键人物 会选择这个百年不倒的故事格式 是因为在阿凡达中 地球和潘朵拉的关系 就是在影射欧洲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对纳美人的描绘 更是借用许多美洲原住民的文化印象 Kameron非常露骨地在文件中指出 美洲在15世纪大约有1亿左右的原住民人口 但是到了19世纪末 这些族群就已经几乎完全被外来者消灭 或是值得补充的一个历史知识 就是纳当初在设计破坏犹太人政策时 就有大量参考美国针对印第安人所制定的歧视性政策 所以在最明显的反对烂肯天然资源环保议题上 还有外加一层反殖民反歧视反迫害的讯息 而这些议题要素也成为电影制作时的障碍之一 Kameron跟福斯提安要拍阿凡达的时候 执行长跟他抱怨故事中的政治色彩太浓厚说 我喜欢这个故事剧本很好 但是可以把拥抱树木的嬉皮狗屁拿掉吗 对此Kameron回应 不可以 因为我想拍阿凡达 就是为了这些拥抱树木嬉皮不刮腿毛穿薄肯鞋的狗屁 据说阿凡达刷新票房历史记录之后 福斯其实就开了一张上线10亿的支票 让Kameron随心所欲开发事集 而他也确实很快就集结团队进行四部事集剧本创作 以及潘朵拉其他区域的生态与文化设计 但是Kameron有几年把大部分时间都投注在其他计划上 电影上映后 有许多家园受威胁的步路人士深受其故事感动 跟Kameron说我们就是纳美人 有好几年时间在社会运动上 试图阻止会导致这些人们无家可归的开发案 此外他更是花了许多自己的财富 努力推行永续农业 以及减少畜牧污染的计划 这段时间他更参与许多突破性的海底探索 并且利用成果制作纪录片进行生态教育 不过最后Kameron觉得身为一名导演 或许电影才是他散播观念最有效的方法 在一场访谈中他曾说 我对于一部大众娱乐电影改变公共政策的效力 没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这部分影响会很小 但是我觉得能够影响的是 身为社会这个共同体的成员 我们都知道客观事实 却抱持着否认现实的态度 而否认态度就是对于恐惧的防卫机制 要击亏一种情绪 就得利用另外一种情绪 阿凡达并不会教育你新知识 这不是不愿面对的正向 但这部电影会让人义愤填膩 而且对未来感到希望 所以到了2017年 他才把重心放回到阿凡达系列 而现在睽違13年阿凡达2谁知道 终于要登上大萤幕 相信大家都预备好回到盘朵啦 再次体验当初的感动了 现在就点画面上连接看 我花一个月做的电狱判客3万字解析 我是超力防 我们下部影片见